8月7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吉利和他的新竞选伙伴 迷尼苏达州长沃尔兹在任常州威斯康辛州举行集会 考验他在中西部的资历 他们告诉选民,共和党对手特朗普会威胁到他们的自由和未来 在威斯康辛州、欧克莱尔市的一个户外场所 贺吉利和沃尔兹对特朗普及其竞选搭档 参议员JD万斯进行了追击,特别强调堕胎权 自美国最高法院以来,这一问题一直让共和党选民失去支持 在他们的帮助下,特朗普任命的三名官员中的一名 在2022年取消了全国范围内的权力 包括周三晚些时候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停留 是沃尔兹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由于戴比风暴掀起巨浪 南卡罗莱纳州的海滩与本周三关闭 随着戴比接近南卡罗莱纳州东北部霍里县 预计将出现热带风暴 美国国家现象局表示 这场风暴仍可能带来另外3至9英寸的降雨量 这将使南卡州的降雨量达到25英寸 北卡州东南部靠近威尔明顿和佐治亚州沿岸的降雨量达到15英寸 周三下午 戴比位于查尔斯顿东南约55英里处 并以每小时约3英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 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0英里 国家巨风中心表示 预计周四早上 它将再次在南卡罗莱纳州北部登陆 旧金山交通局不搁置一项可能改变该市几乎所有道路的投票 据ABC地方新闻7号电视台报道 旧金山交通局已经批准禁止司机在市中心200个路口红灯时右转 包括市场阶南区 联合广场 中国城 北岸区和金融区 然而最大的一个问题将是 是否要将其扩大为市内全部街道禁令 已经批准市中心和南城区实施新的限制措施 并将在发生行人事故最多的地区设立新交通标志 旧金山的交通工程师批准所有这些地点的 红灯禁止右转交通标志 根据旧金山记事报报道 在经历多年快速增长之后 今年迄今为止 特斯拉电动车在加州的销量有所下降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特斯拉在2024年上半年 在加州销售约10.4万辆汽车 较2023年同期的12万辆下降13% 相比之下 其他公司电动汽车销售合计增长19% 自2021年以来 非特斯拉汽车的销售 首次在上半年超过特斯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梯